2021年11月27日,霍建华在林心如担任制片人并主演的《花灯初上》中罕见露面,清爽俐落的短发穿着朴素,但依旧难掩他男神的气质。 实际上,霍建华的上一部作品还停留在2019年10月上映的《大约在冬季》,而《如意传》则是早在2017年5月便杀青,这也就意味着霍建华已经整整两年的时间没有拍戏了。 2018年9月12日,霍建华所在的华杰工作室,退出了脸书和微博,种种迹象都不免让人疑惑,霍建华究竟怎么了? 曾经凭借《仙剑奇小传》《花千古》等巨大火,甚至一度忙到一年拍七部戏的《古风顶流》,为何混到了在娱乐圈常无此人的境地? 他的没落和林心如有关吗?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销声匿迹的《古装顶流》,霍建华 1979年,霍建华出生在台湾,从小父母的离异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他患上了过敏性哮喘,父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让他打开了心扉。 扶完兵役后,霍建华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进入了一家娱乐公司,一开始没有任何才艺的他只能做一些杂伙,清洁员,助理,跑腿什么的,他都做过。 就这样干了一年之后,他终于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摘星》,并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的歌手梦,他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凭借着帅气的长相,霍建华开始逐渐走红。2003年,他和当红小天后张绍涵合作了偶像剧《海豚湾恋人》。 他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狂转帅气、有才华的音乐总监钟小刚,由此他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偶像剧时代,成为了偶像剧鼻祖之一。 之后他又陆续出演了《西街少年》、《千金百分百》、《美丽翘佳人》等剧,创下了一年之内连续拍七部偶像剧的记录。 但是人红是非多,因为不善言辞不懂得娱乐圈中的弯弯绕绕,因此霍建华无论是在采访还是在综艺中,总是会被别人套路。 这就导致了那几年,虽然霍建华正当红,但是他的口碑却并不是很好。 于是霍建华便想到要离开台湾,去往内地发展。 2005年,霍建华接到了武侠剧《天下第一》中的《男二号归海一刀》这个角色。 虽然这部剧里有李亚鹏、叶璇、郭建安、高圆圆等人, 但是初来乍到的霍建华凭借着美强惨的人设赚足了关注度,甚至还和叶璇传出了绯闻。 在《天下第一》之后,霍建华又独挑大梁,和关之灵合作了第一部电影《座头》。 但真正让霍建华彻底走红的还是在2009年的时候,他出演了《仙剑奇侠传3》。 在剧中饰演了一位至情至性的蜀山派大弟子徐长青。 紧接着《怪侠一枝眉》中不羁潇洒的黎歌笑, 轻视黄飞中深情腹黑的刘连成, 心骁傲江湖中爽朗霍达的令狐冲, 彻底奠定了霍建华古风第一美男子的江湖地位。 尽管他的作品取得了如此傲人的成绩, 但仍有不少人质疑他是面瘫演技。 为了证明自己,霍建华在有一段时间, 几乎是推掉了所有的综艺和广告, 一心一意琢磨角色,努力将每一个角色塑造好。 于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大卷《战长沙》。 该剧,无论是剧情还是演技, 抑或是口碑和流量,所达到的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 第二年,霍建华就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最高潮, 他搭档赵丽颖出演了电视剧《花千谷》。 《花千谷》一播出就打破了内地周播剧的收视记录。 霍建华凭借着深情的师尊白子化一绝, 人气攀上了巅峰。 同年,他还出演了悬疑爱情剧《他来了,请毕业》。 在这部剧中,霍建华摆脱了偶像剧男主《古装美男》的标签, 成为了唯一获得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年度演艺人物殊荣的演员。 同一时期,胡歌在经历了车祸之后涅槃重生, 两部《狼牙榜武装者》让他重新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与此同时,霍建华和胡歌的CP也在迅速崛起, 是胡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而素有《八杀婚礼》之称的《八杀杂志》 也趁机为两人拍摄了一组雪地大片, 《狼才狼帽》配上雪地自带的韩剧《纯烈滤镜》, 这对CP被推上了高潮。 这一年几乎所有的盛典两个人都会一同出席并且坐在一起, 凭借着CP的热度, 两个人的风头一时无人能敌, 但胡歌却在最火的时候选择了出国流血继续深造。 霍建华则是《乘胜追击》拍摄了《真相禁区》、 《捉迷藏》、《女衣》、《明飞传》三部作品。 除了《女衣》、《明飞传》还保持着一贯的水准之外, 其余的两部作品都反响平平, 没有激起半点水花。 可即便是这样,霍建华依旧是炙手可热的男明星, 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2016年5月20日, 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微博上官宣结婚。 两人相识于10年前, 他们一起拍摄了电视剧《地下铁》, 之后便成为了要好的好朋友。 相识5年后, 霍建华在林心如的祈求下, 尽组拍摄了《青室皇妃》。 即使当时霍建华的档期排得满满当当, 但他还是为了林心如空出了档期。 不过那时候的两个人并没有传出任何的粉红泡泡。 虽然霍建华在此之前曾经有说过对林心如存有好感, 但是因为怕影响两个人的好友关系, 所以一直都没有表白。 没想到十年好友居然会在十年后擦出了火花。 2015年, 林心如不慎在家摔坏了下巴, 焦急的霍建华特意飞回了台北看望, 次年霍建华便借着酒醉向林心如表白了。 同年520, 二人官宣结婚。 虽然这段恋情很像现实版的李大人和程又卿, 但是这段感情从官宣起就从未被看好过,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林心如那几年的 口碑实在是太差了。 和赵薇、范冰冰等同时期的女性不同, 林心如一直热衷于出演《玛丽苏爱情剧》。 时间一长就让观众产生了逆烦的心理, 之后林心如又深陷丑闻之中。 她被曝出当年控诉环珠格格尔康的扮演者周杰 借拍戏蛇吻自己一事, 全部都是她自己虚构的。 但是当年周杰却因为她的谎言被迫退圈。 事情曝光之后, 林心如的名声跌到了谷底, 一个是郑当红的男明星, 一个是被网友嫌弃, 声名尽悔的万人嫌。 在这个时候公开恋情, 结局可想而知。 再加上当时也是霍建华和胡歌CP最大热的时候, 很多粉丝无法接受霍建华结婚一事。 他们公开表示不喜欢林心如, 并跑到霍建华的社交平台上去谩骂, 为了保护林心如, 也为了避免这种事情频发。 霍建华关闭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称以后只想用最纯粹的方式和大家交流。 但是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 2020年10月21日, 有台媒爆料林心如和霍建华两人当街吵架, 随后霍建华丢下林心如一人离开。 林心如独自坐在街边黯然神伤, 让这段本就不被看好的婚姻再一次成为了全民的焦点。 随后林心如立刻在微博发文称自己只是在路边放空, 两人并没有吵架。 虽然林心如出面正式两人感情稳定, 但是想要两人分开的言论一直存在。 时至今日仍有人会问, 霍建华和林心如离婚了吗? 霍建华显然也知晓结婚一事给自己的人气带来的伤害, 他曾在接受鲁玉的采访中直言, 结婚后我的粉丝都跑光了。 但林心如真的是霍建华的事业逐渐下滑的原因吗? 在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一年后, 霍建华多年的经纪人郁红离开了华杰工作室, 当时有阴谋论表示是林心如逼走了郁红, 郁红出走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在郁红离开之后, 霍建华的路确实变得不大好走。 2018年, 本来有希望成为收拾冠军的如意传, 被《严玺攻略》抢占了先机,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霍建华所饰演的乾隆, 不仅在戏内被周迅的演技吊打, 在戏外由于念远的美誉在前, 霍建华的乾隆便没有那么受观众喜爱。 2019年, 他又和杨幂合作了电视剧《祝梦情缘》, 这部剧虽火, 但是口碑却是极低, 成为了一部烂片。 和金马影后马思纯合作的电影 大约在冬季也没能泛起一点水花。 演技向滑, 接的戏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这些并不是霍建华无戏可拍的唯一原因。 首先, 霍建华的性格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老干部式的性格曾经让他在台湾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非议, 在内地也是毅然, 不会逢场作戏, 不争不抢, 没有什么名利心, 诚然是一个好演员, 但是和这个圈子有些格格不入。 同时, 霍建华走红的时候, 正是归国四子, 杨阳, 李一峰等一众人气小声崛起的时候, 他们的流量迅速瓜分了霍建华的人气, 观众们也有了更多年轻的小声可以选择。 此外, 霍建华的年龄也让他迎来了转型的时间, 但是在转型不成功的情况下, 他手中能够接到的剧本也就越来越少。 对此, 他自己的说法是, 如意状后, 对于地道手上的剧本开始各种挑剔, 如果本子或班底不好, 就宁缺勿滥, 宁愿让自己闲着。 再加上女儿的出生, 让身为女儿奴的霍建华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陪伴孩子的身上, 这也就导致他无心事业。 霍建华曾在采访中说道, 我这个人随缘, 凡事看得很开, 但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只是不强求。 不强求事业只是在折服, 静待更好的时机。 相信霍建华一定会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 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